我想說他如果先敲自己頭 好像不太好 我就先 等一下 你們真的很像新婚夫妻 真的 好甜蜜喔 廠商 廠商限定 你們也謝謝中國隊嗎 沒有 它打斷我的慶祝欸 沒有啦 我是真的精通各國彰化 還是你又想要選哪一國 我可以講一下 我想一下 我特別想罵哪一國選手 我沒共吶你 都共共 誒說真的我也是嚇壞了 你不要說你嚇壞了 我自己眼睛呆了 我們拿到冠軍第一句話 就是跟李昂講說 真的假的啊 太扯了 怎麼可能是我們 說你們兩個在對看的那個瞬間 其實就是在講說太扯了吧這樣 到頒獎台的時候都還是啊 因為很多網友就一直說 到底你們兩個對看的時候 到底在講了些什麼 原來就是太扯了太扯了 太扯了 因為我們金牌回來啊 因為兩個人的魅力旺盛 你少在那邊啊 我們來講 你少在那邊 首先呢 我要祝李昂的生日快樂 這25歲想的厲害 因為李昂祝天生日對不對 後天後天 好 所以在這邊 我要送你們一個禮物 哎呀 哇靠 哇靠 欸真的厲害 我寫了兩服啦 一服 李昂跟麒麟各一服 我會把它表框好之後再送去給你們 真的喔 那我問你們 你們是喜歡那種木框還是你們喜歡卷軸 木框好了 木框 木框 木框好一點 果然是搭檔選擇的都一樣 基本 基本 怎麼會這樣呢 原來我的靈可以寫的這麼漂亮喔 還沒有看過自己的靈這麼好看過對不對 對對對 阿震羊 我看到你的羊 我看到你的羊 看到你新的境界了 唉唷 羊真的是沒辦法寫成這樣 我羊 爬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把 那個 餅乾拉上來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要質問餅乾一件事 誒 你們之前去唱歌 為什麼沒有約我 對啊 餅乾為什麼沒有約 我就問欸 為什麼你不約 哇 哇 推到我頭上來了 你有約嗎 金牌抓到金牌 不是 我這個level怎麼約得到啦 太扯了 我記得那次的唱歌是 你們三連霸的慶功宴 現在新聞很多播的那個畫面是 三連霸那次的慶功宴啦 主就不是我 我不可能造次 有 哇 大家都怪到我身上 哇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現在怎樣 我都不知道平安揪你啊 只是我不知道平安有沒有傳哪邊 哇 香掰王 你們林陽佩現在 怎麼樣 林陽佩怎麼了 我們第一次畫面是在KTV樓下 柯麒麟慘了啦 柯麒麟喔 柯麒麟 哇 太過分了 不同了 拿了金牌就忘記第一次 完了 我是記得是跟你在那個榮語中間 我們在打球的時候不是嗎 那時候還是 對 跨年 跨年那一次不是嗎 對 跨年那一次是第一次打球 可是在那之前我們有在樓下 你知道嗎 柯麒麟 但是 林陽的話 李陽的話是不是就是我那時候帶李陽去網語中心 然後你第一次跟他見 對 我剛剛引到李陽的氣 我剛剛引到李陽 這麼難扯 對啊我剛剛引到李陽 回來回來 啊 KTV樓下嘛對不對 這個轉 李洋比戰的時候王綺麟在想什麼 我想要把他抓住 喔沒有啦 喔你說比比戰的時候你在比戰 麒麟在想什麼 欸我真的沒有想過 他在說比戰的時候 我真的已經在當下 我自己很High或者是還在緊張 他跟我比戰 我就只是看著他的戰 好好我贏戰 對好 等一下問你幾 麒麟那個時候 就是你們在比戰 你摸李洋的頭 李洋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為什麼打好 因為代表三顆我打不好 而且我覺得 他可能覺得我有點齊了 不是有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李洋他之前 他有一個壞習慣 他打球自己打不好 會拿球一直卡自己的頭 會拿球卡自己的頭 這個是壞習慣 對啊然後我那天 因為他其實前幾場比較緊繃 所以他的臉就是很懊惱 你知道嗎就很超懊惱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想說 不知道要怎麼安撫他 因為平常都他安撫我 我就想說他如果先 敲自己頭好像不太好 我就先 我就先打他 先摸摸他的頭這樣 對對對 先安撫一下他 我之前不曉得先敲到 曾經敲到自己流血過 這麼嚴重啦 太氣了 但後來沒事啦 那時候在比賽也太氣了 但是這是不良行為 所以我後來就沒做 很少做了 好嚴重喔 我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 你們兩個 剛剛整散對話講一下 你們真的很像新婚夫妻 真的 好甜蜜喔 廠商 廠商限定 廠商限定嗎 廠商限定 廠商限定 而且我跟你講 我很希望你們兩個結婚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們各自結婚的話 我要包兩包 等一下就包兩包啊 可以啦 你付得起啦 你們兩個結結 讓我們包一包就好了啦 不行啦 兩包 該拿兩包就還是拿兩包 還是要給啦齁 該出的還是要出啦 我現在問一題很採線的問題 你們有謝謝中國隊嗎 蛤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挑戰 你們變朋友LOGO 沒有 沒有 他打斷 他打斷我的慶祝欸 你知道嗎 沒有啦 喔對 因為其實 那時候現在喊真的 對 卡住 我傻眼欸 你知道嗎 我直接傻眼 我就卡住 好吧 那等一下 可是那一球 那一球應該蠻賭進的啦 沒有就是 大家都會這樣子 那個不是賭 就是大家就是覺得說 不想要放棄比賽的心啦 我覺得 對 就覺得也許搞不好 因為 剛剛有很多留言啦 一直問說 可不可以聽麒麟唱歌 欸對 不對吧 兩個歌在這邊我唱歌 不對吧 不對 但如果 如果我認真的喔 你撇除 撇除 就是合約的問題 如果今天有人幫你們寫一首歌 你會想唱 就是發行 再來 不影響 那個 訓練比賽的 不影響的狀態 當然會希望有機會 可以 就可以試試看啦 但是前提就是 不影響訓練跟比賽 因為 怕我 怕我模糊焦點 到時候人家會 會覺得我沒有 轉型在我的本頁上 羊咧 我不會 我沒有歌手夢 抱歉 你們兩個真的是非常互補欸 因為 我 其實有觀察你們 從 就是比賽之後 開始接受訪問 你們比賽前 當然也有 就是 賽後的一些訪問啊 尤其是 泰國那個 那個 洪湘輝 不知道 沒有什麼想法 就只是很 真的很自然 就這樣講出來 很好 很好 為什麼你們不能採訪我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用我語言 可以比較熟悉的語言 來採訪我呢 我畢竟拿了金牌欸 好嗎 但是 你們真的在訪問的時候 都不會有翻譯在你們旁邊的嗎 有啊 有啊 你要這麼說我也是可以啦 也是 也是可以這麼說啦 對 就是 我再多背一點單字 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記得我跟 琪琳去吃飯他好像說 他後面要去上英文課是不是 還是什麼 線上英文課 什麼東西我怎麼不知道 你確定你是跟琪琳吃飯嗎 你確定 對啊 還上英文課啊 琪琳 是你啊 我記得 喔喔 你是說你想去上 線上英文課是不是 來繼續我聽你講 來 恭喜阿輝 來繼續 現在叫奧運 巴黎 我主修巴黎 我是真的精通各國彰化 還是你有想要選哪一國 我可以教你 我想一下我特別想罵哪一國選手 我跟你講我主修 我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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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能示範嗎 好聽的髒話 可以啊 就是法文最髒的一句就是 不要翻譯成中文喔 不要翻譯成中文喔 不要翻譯成中文 他就聽起來就這麼軟 好像蠻有藝術 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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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遇到這種人 好像被罵你都會覺得很 就 也沒什麼這樣 對不對 因為就很溫柔 我跟你講巴黎人有個回喔 他笑著罵你 因為他覺得你不懂 他很浪漫的罵你嗎 他有浪漫的眼神罵你嗎 對 可是你們兩個因為都是 都是屬於有顏值有身材的 所以你們比較常遇到的是 人家在就是 搭戰嗎 搭戰你們的時候 你們會不知道人家在想什麼 搭戰的要學一下 我覺得 吐 咪咪 吐 他還問我要不要吐喔 那我知道了 你看 就聽起來就是問你要不要吐 可是我 其實人家在跟你說 我覺得你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 但是我覺得你吐起來好可愛喔 你們最想要有什麼潮呢 瞬間一動 我想要 各補一點 你算超能力 你那個學就可以了 你學就可以了 我不想要補學 不會喔 沒有超能力是 你學不太起來 就是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 無法透過學習 對 無法透過學習 這樣還不夠超喔 比方說可以浮起來 龜派氣管 會飛 會飛 沒有任何理由 只是覺得很帥 瞬間一動其實蠻好的 我這樣就不用搭飛機啦 聽得到別人的心聲 欸這個 這個蠻酷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 隱藏 那我的超能力是 不要讓別人聽到我的心聲 來不及 你們兩個就 我一直要這樣子鬥嘴這樣 我一直要小夫妻鬥嘴這樣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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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或桌球 網球 網球 為什麼有麒麟的聲音啊 哈哈哈哈 因為我在環保你 麒麟現在是李陽的遊戲 時間 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剛剛上廁所 可以可以可以 對好 你這樣好好上 等一下會有你的時候嘛 對不對 等一下換你啊 日韓劇或美劇 美劇 日韓劇 剛剛我聽到 黃麒麟說美劇 是他的選將 沒關係他一起玩吧 有一點好厲害喔 麒麟或女友欸 哇這個 這當然是女友啊 還要選嗎 我的媽呀 這怎麼選啊 哇麒麟或女友最厲害 不選 玉雄 天德 一定要再選一下 不要那不玩 這遊戲到此結束 那李陽跟女友 李陽跟女友 啊我選我自己 沒有啊我忘記你啊 好好好 你又斷線了嗎 沒聽到沒聽到 沒聽到 結束這遊戲結束了 那 李陽今天在這邊呢 我們也幫你過個小生日好了 小辣子 我們一起幫李陽唱個生日快樂 好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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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幫我慶聲 那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們 我們會繼續努力